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了一堆假瓜 在娱乐圈中 明星分手的事情是非常常见的 可能前一段时间 我们才知道这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没有过多久 两个人就已经分开了 但是也有很多其实早就已经离婚 但是仍然隐瞒 当作非常恩爱的明星 所以在娱乐圈中 分分合合似乎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但是也有在一起很长时间 但是到最后没有结果的情侣 而最近就有一对情侣分手了 只不过这次的事件影响非常的大 熟悉罗志祥的人 肯定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 他亚洲舞王的身份 而且他虽然现在已经年龄很大了 但是他仍然在综艺节目中非常的活跃 而且他和朱阳青也一直处于恋爱 不过最近朱阳青去发文说 自己已经和罗志祥分手了 在此之外还说了很多网友们不知道的 罗志祥的另一面 可以说此事发生了之后 网友们对罗志祥的态度是有了很多粉爪黑的 更是让人刷新了对于罗志祥的认识 因此很多关于罗志祥和朱阳青分手的事情 也有了很多真真假假的消息 这也是因为有不少的媒体 想要趁此蹭一蹭热度 所以在众多吃瓜现场中 可想而知 也是会有不少的网友知道了假瓜 所以对此两位当事人也相继辟谣 比如说为了蹭热度 还给朱阳青安排了一个闺蜜 主要是因为对于两人分手的事情 罗志祥曾公开道歉过 但是所谓的闺蜜却站出来说 想要为朱阳青讨一个公道 而且还说罗志祥曾经像狗一样的 求朱阳青不要再爆料 但是对此 朱阳青发文说 自己并没有这样的闺蜜 而且朱阳青也曾经表示说 之所以会爆料罗志祥 并不是说想要毁掉罗志祥 而是希望更多的人不要被欺骗 而罗志祥也发文辟谣 主要是因为有媒体称 采访过罗姆 说朱阳青是错付了九年青春 而罗志祥失去的是偶像事业 不过罗志祥公开说了 自己的母亲并没有收到任何采访 而且也说自己的母亲身体很好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攻击自己的母亲 感谢观看